那你在花店里有没有遇到爱情 花店倒是没有遇到爱情 但是有一个缘分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靠用花店挣来的钱 去走川藏线 然后我认识了我的老公 女友啊 对 然后她也去那边玩 然后我也去那边玩 因为都在走那个楼梯嘛 都在走那个坡 然后有一个姨 她由于缺氧 她就晕倒了 然后我恰恰就在她后面 然后我就拿着我的水杯 我就给她喝 然后这个举动可能就 被当中其中有一个人 就是我老公 可能就被看到了 然后当时你是和你老公 一起扶着这个阿姨 对对 就是通过这个缘分认识的 然后我们那 我们那四五个人 不就因为这个认识了吗 然后也是全 就是塔尘 因为我牌吧 她一类就是 但是阿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来 我们有请 你好 先生 我们唱帽的副量 总有个受责的老公 来 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范少盛 来自广东 一个东北 一个广东 好远啊 是 是挺远的 你就怎么三天就表白了 其实就是第一感觉 就是觉得这女孩子特别好 然后又有责任性 就相当于一见钟情一样 文博当时就这么胖吗 他当时没有这么胖 我刚认识的时候是一百九 婚后胖出来一个多的我呀 然后三天其实都不知道 对方是哪里人 做什么工作的 什么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对 只知道 因为第一天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是广东人 但是我没有问他的工作 因为我没有问呢 就是在一起玩嘛 也没有问那么多 宗图有什么知道的呢 就是说我们两个 不是旅游的时候 看到一个蛋糕 我觉得好好看 然后给他发过血 然后都说这有什么的 然后他跟我说 还没有我做得好 然后我就很好奇 就觉得口气好大 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然后他就说 我就是深圳五星级酒店的甜品主厨 然后 最下爱的不可自拔 对对对 但你会不会有担心啊 人家在广东那么远 又这么好的工作 你在吉林卖花 对啊 有一个花房 对啊 你是花花姑娘 但这 对吧 确实差的 对 离太远啊 因为相隔确实很远 然后呢 包括说实话 我俩也是 确实奔 我确实挺有好感的 我俩也想触肠 但是我心里挺担心的 就觉得啥 因为确实离得好远好远 而且他有这么好的工作 对 而且这么高薪 然后我就觉得 我俩肯定出不长 然后我就把这个顾虑 说给他听了 结果 他直接杀我来了 然后直接去了就结婚了 带着见我父母嘛 然后我父母不同意 说实话 这个小伙子很好 但是啥 远嫁 包括他母亲 也是觉得距离是问题 然后我们两个呢 就是啥 我们两个当时特别浪漫 就是在 就是就 就互相表白 就是 就说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 然后那咱们两个就结婚吧 直接就是偷偷地结婚领 领那个结婚证 再把结婚证给领了 没跟父母说 没有 没跟父母说 就发个父母圈 就发个父母圈 父母才知道的 我来说 我来说